现在的浦信男有多让人吓头 在一档枪亲节目中 女嘉宾的职业是一位钢管吴老师 他本人是个乖乖女 当我男朋友太幸福了 一我不抽烟 二我不喝酒 三我不泡巴 人又会做饭 又会打扫卫生 男嘉宾却在看完他的视频后 直接说 你那视频让我有XX感应 我要吐了 这番话让在场的女嘉宾都感到不满 被女嘉宾怒怼之后 他一直狡辩 但我觉得你讲话可以尊重他一点吧 一个女孩子不会想让别人觉得说 自己视频让人想吐的 我觉得他本人很好 我说视频录得不好 我觉得是有点强心稍贵 那这是你们理解的意思 那是我们的问题吗 所以说你觉得自己主观上的出发点不坏 你的行为带来的事实上有任何的问题 你就可以不负责 我们要负责呢 你没有想说 但是带来的后果就是 那是你们想的 从我们不管 行吧 看他这态度 姐姐表示不想再交流 可之后在与女嘉宾的EV1交流中 他的发言更为人 他们觉得我说你的视频 让我感觉到想吐 他们说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错 别生气了 你看我都道歉了 这话说的我不原谅你 还是我的错了呗 我的道歉你不能不接受 凭什么呀 那你就别接受 反正你就不接受了 女嘉宾告诉他道歉要真诚 他却突然发飙了 玩笑要开在尊重的前提上 我不想跟你交信 我刚才已经给你抬肩了 我已经往下走了 但你这样继续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想吐我是给我抬肩啊 爱你 爱你 我 我 还没砸 你跟我砸啊 这情境 看到我有点想重进屏幕 最后在采访中 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女孩不识斗吗 我下来又给他道歉 我只会任同批我牛 说我 你就是一个破条宽宝五的 你能赚几个钱啊 你可以不捧着我 但是你不能这样激我 牛啊 这绝对是浦西南天花板了